對於天生失衷的安托斯來說 日常的生活本來已經比一般人更加困難 他只是可以依靠手遇和其他人溝通 但是由三年前開始 他的視力也逐漸衰退 最近一項名為I Can Connect 為期三年的視點計劃 有望可以幫助低收入的安托斯 以及其他失明、失衷的人士 免費提供最新的通訊技術 以及相關的操作訓練 安托斯患有稱為 污蔗以綜合症的漸進退化性疾病 隨著他的視力逐漸減弱的同時 他和人溝通的能力也在降低 對於安托斯來說 即便是用手機和電腦都變得非常困難 今次為期三年名為I Can Connect的計劃 是一項由FCC之助的視點計劃 為的就是要幫助在溝通上有障礙的人士 通過使用通訊技術 保持與他人的溝通能力 該項目花費一千萬 購買各種通訊設備 例如電話和手提電腦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